李正值一抬手又是一道风筝在掌中凝结成形 不希望你的本命召唤受死就认输吧 看着李正值冰冷的目光 陈英尔缓缓地站起身来哼了一声 如果不是不能用装备 你未必能够赢得了我 李正值淡然一笑却没说什么 他是长辈 总不会跟陈英尔说我的装备并不弱于你吧 手中青色风筝飞起 直奔卖兜而去 陈英尔吓了一跳 之前那么多的九级魔手都死在这看似普通的风筝之下 他真的不敢用卖兜的性命去堵 赶紧地大叫一声 我说了 风筝在空中消散 李正值的领域也是瞬间收回 他的脸色明显有些苍白 但走下去的步伐还算稳定 陈英尔疲倦地回到伙伴们身边 撅着个小嘴 显然对自己的战果并不满意 老大 你说我要是用精兵 会不会获胜的可能更大一些啊 别不高兴 李店主的修为确实很强 英尔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虽然他不知道 李正值真正消耗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 一领域配合两大领域技能连续施展 这本消耗下来绝对不小 至少 在下一轮比赛开始之前 他是不可能恢复到最佳状态 光之辰区立魔团 又被淘汰一人 但陈英尔的表现 却没有让人觉得他输了 那可是 三十六支 九阶魔兽 足以对抗魔族一个 神皇军团 绰绰有余 召唤师修炼到如此程度 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巅峰来形容了 光芒再闪 这一次 落在了林欣的身上 他的对手啊 是一位骑士 其实圣殿最强的杨浩宇和龙田尹 虽然被淘汰了 但依然有两人 进入了第五轮比赛 由此可见 这两位骑士的强大 林欣即将面对的 就是一位拥有着领域的 九阶神圣骑士 走进场地 林欣的神色 立刻变得凝重起来 他知道 圣殿大比开始后 自己 要面对的最大考验来了 无论能否战胜对手 都一定要全力以赴 以削弱眼前对手的实力为主 尽管这个对手 是骑士圣殿的 但这一轮 晋级的六人中 乙方很可能 有三人能够出现 因此 现在削弱对手的实力 就相当于是为伙伴们 下一站打好基础 当然了 如果能够战胜对手 那就再好不过 神圣骑士年纪很大 虚发皆白 看上去 年龄至少 不会小于龙田阴 面对林欣 他没有第一时间 召唤出自己的坐骑 左手一台 一面灿金色的光盾 已经出现在掌握之中 灵刚宁顿 这位神圣骑士 乃是守护骑士 看上去 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 面对这个对手 林欣突然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 他惊讶地发现 圣殿大别个人赛 进行了这么多轮 这位神圣骑士 应该是 披荆斩棘 才走到这一步 可他心中呢 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如此低调 却能走到这一步 这意味着什么呀 守护骑士本来是不擅长单挑的 地云 这就是守护骑士的地云 之前有杨浩涵 现在又有这位 沉静低调的强大守护骑士 骑士圣殿这些年来 能够一直成为 联盟第一圣殿 绝非是 幸之所知 恐怕呀 这次 就算没有他们光之称 西里摩他冒头 魔法圣殿 想要全面地压到骑士圣殿 也是很难做到的 这还是在 三大神音骑士 只来了一个的情况下 这几年 魔法圣殿 可谓是风光无限 尤其是 圣战之后 因为自身损失更小 在战场上 获得的成绩呢 也更大 魔法圣殿的风头 已经是完全盖过了 骑士圣殿 但是 真正到了这圣殿大笔 决定六大圣殿排位的 战斗中 骑士圣殿的底蕴 却充分显现了出来 如果不是有 光之陈西里摩团的存在 现在骑士圣殿 有80% 可能积分的 还是领先的 林心的眼中蓝光一闪 一只巨大的火翼 就在背后舒展开来 他的灵异 与普通的魔法师 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 就是大 灵异的大小 和实力是直接挂钩的 除了龙好圣的 特异的多异之外 一般来说 灵异越大 修为就越强 可是呢 林心只是刚刚突破 九阶不久 但他的灵异之大 却是深知 可以和魔法圣殿店主 李正直的那对风翼相比了 巨大的羽翼舒展开来 都有十米开外 在他的身后张开 就像是升起了两面火墙一般 而且在林心的灵异上 闪耀的火焰 那是新燕火焰的蓝色 伴随着修为不断提升 突破九阶后 他这新燕火焰 在蓝中多了一种 醉人的美感 伴随着灵异的律动 蓝色的深浅不断地改变 就像是站在海边 面对着最澄澈的 大海一般动人 林心双手在身前一合 原地神光闪烁 右手一抬 一到火镇 就朝着那位神圣骑士 发动了试探性的攻击 砰的一声 蓝光缭绕 神圣骑士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心眼顺着他的盾牌流过 却并没有沾到他身上半分 也没有侵入 他那灵缸凝结成的盾牌 第一次的攻击 这是全面爆发的序曲 身为火系魔法师 最强的地方 就在于攻击的爆发性 可以说 这场比赛就是强大的矛 对尖使的盾 林心毫不犹豫地 展开了全面进攻 只见他双手翻飞 一道道蓝色的火镇 宛如蓝色闪电般 飞向了神圣骑士 神圣骑士则是 左脚略为塔前半步 做出了一个小攻步的样子 任由林心如何攻击 他手中的灵缸 凝结成的盾牌 都是高阶低挡 将那一道道心眼火焰给挡住 要知道 林心现在的心眼火焰攻击 本就是灵缸级别的 但他却没能造成半点伤害 这就意味着 这位神圣骑士在防御上 必定有着独到之处 能够看到 神圣骑士脚下 有着一圈不是很明显的 金色光环释放 光环 只是围绕在他身体周围 直径五米的范围内 轻微地律动着 金色光环 每当快到他脚下的时候 颜色会略微出现些许的变化 不仔细观看 是不会注意到的 那是一种 奇异的彩金色 七彩混合着金色的光芒 而这个 就是神圣骑士 所拥有的领域了 只是他这个领域 太不起眼了 以至于战斗了这么多场 虽说有人曾经说破过 他拥有领域 但真正记住他的人 还是不多的 如果要用一个 最简单的句子 来形容这位神圣骑士的话 稳重如山 再合适不过了 任由你攻击如何强大 我自防御 不误动如山 林心不知道 对手那领域的作用是什么 但他拥有着 强大侵略性的心眼火焰 就是无法侵入到 对方的盾牌半分 他也尝试过 让心眼火焰 绕过去进行攻击 但人家的盾牌 却可以施展盾强 林心的攻击煞事好看 满天蓝光飞舞 目标集中 就像是摸倒大炮 在传射同一个目标一样 灵刚是十分消耗灵力的 林心这种魔法使用方式 最大的特点在于 攻击迅速狂暴 但和禁咒相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 很容易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但如果他的攻击 遭到眼前这种 防御力超强的对手 就很难办了 虽然林心不知道 对手确切的 能力消耗速度 但从对方拥有领域 就能看出 对手的灵力修为 足有二十万开外 那这样耗下去 对他更加不利 这可怎么办呢 林心的心中一动 突然停止了攻击 失去了心眼火焰的冲击 对面的神圣骑士 只觉得身上一清 而这边 林心的身上 则是蓝色火光缭绕 竟然呢 在全力地 恢复着消耗的灵力 战场上恢复 神圣骑士 不仅有些哭笑不得了 难道这小子认为 我真的一点攻击力 都没有吗 这再怎么说 我也是九阶骑士啊 神圣骑士的右手 随之就抬了下来 低沉的吟唱声中 一个光洗魔法 渐渐成型 不过 守护骑士 毕竟是守护骑士 在展开攻击技能的时候 速度 怎么也无法和 承解骑士相比 仰看着 一道审判之光 渐渐在神圣骑士 银场中成形 突然的 一道蓝光飞过 轰击在了 他的盾牌上 不仅如此 还有另外一道蓝光 划过一道 弧险后 从后面 绕了过去 袭击 神圣骑士的背部 虽然看上去 神圣骑士 抵挡的并不困难 可是实际上 灵芯这灵刚级别的 魔法攻击力 那是相当恐怖的 尤其是那么容易地狱 他更不敢真的 让灵芯的灵刚 落在自己身上 无奈之下 神圣骑士 只能是中断 审判之光 一个盾牆 护住身体 看到这一幕 灵芯脸上 不禁流露出了 一丝淡淡的微笑 每个人 都有自己 擅长的方向 同样的 自然也都有着 属于自己的 那个弱点 这位神圣骑士的 防御力绝对强大 甚至 要超过龙浩尘 在不施展 光神之玉的时候 可是 他的攻击 就是弃短板了 有了这样的认识 灵芯 就想出了对策 之前如同 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便得缓慢下来 几乎是每个一秒左右 才发出一道 心眼火焰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对手 维持着灵刚盾牌 但又不让自己的 攻击速度过快 这样一来 他自身的消耗 就会大幅度地减少 凭借着一双 巨大的火翼 恢复灵地的速度 自然比对手更快 这样一来 从一场攻防战 转变成了消耗战 神圣骑士的领域 名叫刚雨 那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 这位神圣骑士 生性平和 最擅长防守 因此呢 他的修炼方向 一直都是以防御为主 他曾经啊 也是一位猎魔者 但并非团队中的团长 他的实力 虽然足够强大 但性格过于和缓 在攻击方面呢 手段不多 也不太愿意去研究攻击 圣殿大笔的前级场比赛中 要么是 对手的实力和他相差太远 要么就是 被他耗尽了灵力认输 这刚雨最大的特点 就是能够 加固灵刚的同时 大幅度减少 灵刚对自身的消耗 让自身呢 施展出的灵刚 在防御方面 最强状态下 能够达到领域级级别 在骑士圣殿内部 这位神圣骑士 有最强之盾的称号 他自己呢 有着一面史诗级盾牌 在圣殿中 曾多次出战 面对死灵魔神萨米基纳 和雄魔神华丽弗 凭借着强大的防御力 令这两位魔神呢 拿他没什么招 为骑士圣殿在圣殿中 立下过汉马功劳 再加上性格温和 他在骑士圣殿内的人员呢 也是极好 和几位神圣骑士 都是平起平坐的地位 眼看着林心 用这种近乎耍赖的方式 对付自己 神圣骑士啊 也是不见失效了 不过呢 以林心的修为 还真的就不足以战胜他 他之所以不召唤座齐 是怕座齐受到林心的攻击 无法抵挡 毕竟 这心眼火焰的高温 所形成的灵刚 攻击力 那是相当的恐怖 手持盾牌 神眼骑士 开始向林心发起冲锋 他的速度看上去不快 但却极为的沉稳 他一动 林心也动 试图和他拉开距离 但林心却惊讶地发现 神眼骑士在前进的过程中 不断改变自己前进的方向 始终都是正面对着他 很快的 两人的距离 就拉近了一百米 这时候 神圣骑士 突然停下了脚步 手中盾牌挪开一点 露出面旁 向林心温和一笑 下一刻 一道白光 也是电射而出 瞬间就落在了林心的身上 林心是差点骂住声 圣隐灵卢 他千算万算没想到 这个老者 居然是拥有 圣隐灵卢这样的大杀气 牵引拉拽 两大技能是同时 作用在林心的身上 圣隐灵卢 显然已被这位神圣骑士 修炼到了最强的程度 以他那强大的防御力 又怎么可能没有 圣隐灵卢的存在呢 也只有圣隐灵卢 搭配上他的灵刚 才是战场上最强的防御者 林心在修为上不如神圣骑士 只能是 眼看着自己被一点点的拉扯过去 神圣骑士就算再不擅长进展 在面对面的硬碰下 也不是他一个魔法师 能够对抗得了的 圣隐灵卢的目的 自然不是要把他拉过去击败 而是逼迫他 不得不全力攻击 这是为什么 神圣骑士向林心 录出微笑的原因了 拼了 比赛进行到这里啊 林心便知道 自己几乎是不可能获胜了 在这一刻 他心中有着一种怪异的感觉 与之以来 他都觉得自己的攻击力 已经相当不住 身为火系魔法师 除了自身的高爆发之外 他还有心眼火焰的强大增幅 但是他现在才明白 遇到真正的强者 他的攻击力还是不够的 除了努力修炼出领域之外 看来 还要在魔法上面 多下功夫